英国两名主要的王室成员健康亮红灯 肯兴顿宫星期三公布 王楚飞凯特完成了腹部手术 住院两个星期后才回家休养 结果不到两个小时 白金汉宫又发文告 说明查尔斯国王因为前列腺肥大 将在下星期动手术 查尔斯的病情属于良性 他和每年成千上万的男性一样 因为前列腺肥大 需要在下星期住院接受矫正手术 因此所有的公务活动将展延 查尔斯今年75岁 良性的前列腺肥大 在50岁男性之间非常普遍 一般认为不会构成严重的健康威胁 至于42岁的凯特王菲 因为已经按计划完成了腹部手术 他会在伦敦的中部一家私立医院 住院大约10到14天 之后回家休养几个月 不过当局没有透露详细的病情 只表示手术和癌症无关 福尔斯 我来说明早 clause 宣伦 宣伦 皇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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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